如果你怎麼看 因為之前資社會已經說過高雄灣的認為沒有抄襲問題 但他的執行長在昨天去備詢的時候 卻突然轉彎要來提告高雄灣 你會覺得這事件中間又是有一些被指控民進黨的國家力量在掌控嗎 你不覺得這個跟慈濟的事件一樣嗎 前面講的話 後面講的話可能中間就會有一些黑手會進去 資社會講的話已經很確定很明確 然後現在突然間質詢的時候又變了 我想台灣的人民都不是傻瓜 這不是政治黑手是什麼 這不是國家機器是什麼 所以答案就是用各種方式去做人格毀滅式的選戰攻擊 是一個執政黨應該做的事嗎 所以這個論文事件事實已經非常清楚 連指導教授還有之前資社會的說法 一年多來都是一致的 突然間在今天變得不一樣 我相信百姓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是誰把黑手伸了進去 另外因為大家 綠營那邊一直在質疑他高雄灣的絕霸人設 除了現在是被報說他阻北英女特權官說 又散布訊息的綠營特異本專非有經營者被發現是鄭運鴻的親哥哥 這就是做壞事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北英女我自己也念北英女 北英女要特權官說這件事情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他就算進得去大概也沒有辦法取得很好的成績 也就是說當你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提出更好的願景或更好的人選的時候 你們只能做這種人身攻擊的而且是捏造的訊息 對於高雄灣來說他只會越來越強大 我還是強調在新竹市目前為止最好的人選就是高雄灣 所以藍營跟綠營的設議都可能 尤其是綠營幾乎是挺全黨之力 我覺得紅灣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人民會款給他一個公道 黃豐那問一下就是因為今天最近這個Joy Cole事件 讓蔣萬安的民調有大幅的爬升 所以今天早上特別再去那個南港國宅 是不是希望可以就是來積極的回訪一下 南港國宅是我的選區 我已經每天我就這裡 那你跟我家廚房一樣 對啊 老師你就是黃蘭市場參選的事情還能延燒 那今天鍾小平議員還要去告慮你的議員 那怎麼看這件事會不會覺得要趕快罷休 我覺得這是人家的憾 家裡的憾事 這也是我覺得整個事情就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不要再去消費這個這個事件 或者是在做政治的操作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必要 讓家屬回歸平靜吧 那黃豐有一份最新民調就是 目前您位居第二 然後還增加了十個百分點 那會不會覺得說氣沉防防的效應在發生 我們每一天都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民意本來就是因為各種事件都會有不同的 我們會虛心的參考 但是也會繼續的 那就是現在疫情的部分 市長跟陳時中還在合同交戰 然後柯市長又向陳時中美一等 那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陳時中先生自己先說 他自己什麼防疫幾分 我再強調一次防疫的成就是全台灣人 也不是每個人 某個人的功勞 那這個真的是自我感覺的良好之外呢 我昨天看到網友講了一句話還不錯 就是他的口罩二十分 然後快篩季二十分 疫苗二十分 我負責這句話也二十分 所以加起來剛好八十分 所以這個滿分可能是一千分吧 那因為柯文哲學生實力你有評論說 我覺得不要因為水準攻防 亡致美國那黃豐認同 我覺得防疫的工作本來就是大家一起要各自努力的 但是不需要特別去互相指責 然後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做得好不好 人民自有公斷 但是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我覺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而且人民並沒有忘記去年到今年所發生的事情 那因為現在國境要解封了 那黃豐會不會擔心說又會有英國疫情的鬧風 所以我今天的問題就在於說疫情要解封 其實現在還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進來的人他自主管理期間 他如果住在一般的旅館 那他確診了 到底他是要回到一般旅館繼續居住呢 還是要去醫院呢 還是要去集中檢疫所呢 還是有防疫旅館 如果現在防疫旅館都退場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才是大問題 到現在為止好像也沒有具體的配套 所以我常說中央政府一道命令 地方政府就是自主應變 那這些事情不是我們一般的民眾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你要知道一道命令下來的地方是會人家麻煩的 近期有一個爭議就是 我們我也沒有在跟他討論政治的 甚至我不知道高鴻安這個委員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硬要扯到說是我親哥哥 其實我對於包含我的競爭對手他們家人的事情 他們私事我都沒有興趣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尊重每一個國人的自由 言論自由 那我哥哥跟我本來就兩個不同獨立的個體 甚至他比我還年長 他沒有幫我輔選 我也不知道他寫了什麼 那我也對這個包含競爭對手的個人背景 家庭然後他們的家人狀況怎麼樣 我個人都沒有興趣 那我又想請教一下 怎麼看說陳松接受專訪說自己防疫情成績85分 你怎麼看 但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被問到監信德說去死吧 你怎麼看這個頭髮 陳松真的是自我感覺良好 防疫成績是要由民眾來打分數 而不是自己自吹自擂 他應該好好去問一百多名 因為染疫而死亡民眾的家屬 會為他打幾分 如果沒有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官員 現在要來當父母官 大家當然不會接受 也難怪歷史的民調 他的討厭度這麼高 也是最高 其實在今年六月彭博社有一份全球防疫任性的排名 總共53個國家台灣排第52 只贏過俄羅斯 所以陳時中在7月離職前留給世界 台灣防疫的印象就是倒數第二 跟他的自我感覺良好落差太大 那委員你怎麼看昨天這個陳時中在講到疫情的時候 他說至少民場所他有去爭取 但是民就是公開私下都沒有為台北爭取 怎麼他說要你講一件來給他提出 他根本胡說八道 我們在地現場這幾位議員就知道 我們不只中正萬華 台北是12個行政區 我為大家爭取相關的防疫物資 很重要一點 在兩年前疫情更爆發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提出來 要趕快訂定防疫紓困條例的立法委員 我一開始提出來民進黨委員還反對 還善效 後來行政院接受我的意見 訂定了紓困特別條例 也才讓很多不只是弱勢 各個企業 中小企業 攤商能夠得到即時的紓困 而且我們才有特別預算能夠購買相關的防疫物資 而且在過程當中 我不只是籌措物資 酒精 快篩 口罩 搭配我們議員 另外我們也發起愛心待用餐 在全台北是12個行政區 我也在萬華設立了心理諮商服務 種種這些其實都在防疫的過程盡心盡力 那反觀陳時中 我想當時他對於台北市民非常的不公平 在分配疫苗上面 其實在大家看到了 他給雙北的疫苗 比例上面不公平 然後輿論踏伐 民怨四起 他才好不容易增加了10% 但是台北市疫苗還是比高雄少 去年6月1號到6月10號 台北市的確診數已經破了1000 高雄還不到20 但是我們的疫苗還是比高雄少 只是差不多 所以這樣子齊頭式的平等 是假平等 實際上就是對雙北非常的不公平 差別的對待 而陳時中部長 是他開放了3加11 是他說萬華是破口 是他護航高端 是他阻擋民間疫苗 是他把疫苗合約封存30年 是他結合媒體去污蔑慈 去傷害無辜的女性 中部長 民族長 損避免 寂禎 女性 同學 憲